关于这个龙,我们也认为它是祥瑞的 这个思乡当中,唯独是龙凤不太好 这个白虎,它煮西方煮煞气 它是凶多吉少 其实包括玄武的那样,可能也是不好不坏 甚至说好得多 当然有各自不好的地方 你比如说龙好银,龙胜牛子 它跟每个动物都生出来 它就耗着一口 我们就学好了 反正它是它的擅长,它的特点 看它发挥在哪个地方 你的优点就是你的缺点 关于龙,还有太多要说的 你看银口对龙 中药里面有龙虎 就我们看过,当时那些人 就看了,包括听到它的声音 就像牛一样叫龙银 那肯定比刘教好听 就是说,这些它们都是有记载有经历的 包括这个龙银 也没拿到外国 研究 这些东西 我们就这样一说吧 行吗 那信不信 那还是你说了算 还有太多的故事 这个记性不太好 就反正 让大家领会就好了 那我们说过这个开天 天地 太极阴阳 刺相 刺神兽 那时代 无妖这些神灵 这些 甚至都在这些神兽之后 你看那个大鸿鸟 也曾经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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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掉这个 这个谁 就是如来 那个时候 这些神灵 它的地位还没有那些神兽里 但是它们同时 水上 天上 就是它们说了 打到最后 渔王得利 就这样 我不就 就当小说 然后往下呢 就是风神榜 那边 没有详细数 就说了几个叫 就是西游记 最后这个 这个就亮 西游记 那你看这个原始人物 他已经到 那风神榜 就算周朝 对吧 那你西游记 就到什么时候了 你看 除夕 我们说开店就七千年 就才这么短啊 就 就是议会 他怎么排 他都是 都是这个顺序 你看上海 那时候到处 什么奇形怪状呢 什么动物神兽都有 这就不说谁了 有个四大熊兽 熊奇啊 什么淘贴 然后西游记 他讲的是一个什么 很少人能读懂 包括我也不能完全读懂 我们就是这一位 你看四大民众 也能懂 尤其西游记 他是这个这个一个很久以前的历史 结合是那种跟人之外的东西 你怎么去悟嘛 但是他倒是通了 你就说 你看你从哪个角度 我们说 这个 贪真至慢疑 是佛奖 是吧 那你看这个 宋空就称 真恨 那猪八戒 当然就是 贪 唐僧就是 就是 疑 他自己 因为他是个普通人 他也有 怀疑 你这些东西到底 那个什么 包括他经常怀疑 四五公 他这些 曲歌星他也吃出过 是吧 他也犹豫 他也犹豫 徘徊 然后那个 沙僧就是吃 慢呢 那就白龙马 慢 现在很多人慢 哦慢 嗯 那你就 去当马 随时 在以后以后的 有机会的 呵 这些 就是 你可以理解上一个人 当然他们不同的人 就是他们的特性 武徒 武徒继权 然后一起去取经 然后取得真道 你会发现这个 四大名著啊 就是 都是悲剧 唯独这个西游记 你说他悲剧也好 喜剧也好 反正也是大悲大喜 这个过程 还是 非常丰富